金融海嘯让国内的派遣劳工现在已经激增到50万人 所以现在劳委会也打算修法 是不是让派遣劳工就地合法化 不过引发劳工团体的强烈反弹 认为派遣人力是次等公民 不顾劳团拉出封锁线 劳团强势突围 因为政府打算修法 让派遣人力就地合法 劳工们气炸了 劳团无法接受派遣人力成了次等劳工 曾经在国美馆当过派遣员工的蔡小姐 以受害者的身份站出来痛批 人力派遣根本是徒例自方 不要说产假 我们连所谓的婚伤价都不可能有 公司当然就是跟我们讲说 我们薪水是两万五 我们自己在暗中调查当中 我们才发现说 国美馆那边的透露讯息是 每个人头是三万三 八千块是外包厂商 就是派遣公司那边的 他要抽走的利润 老委会黄如玄主任委员 马英九总统 你们如果通过这个法获言止算 尽管劳团对马总统喊话 但是派遣合法化 政府已经实在必行 因为这涉及到资方 他运用人力的经营权 由工会跟这个药派单位 去做协商来处理 这个派遣劳工使用的比例 政府把责任推到工会身上 还说劳资双方应该自行沟通 劳工的权益政府保护不力 不禁让外界怀疑 政策又向自方靠拢